大家好 丝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一种蔬菜 它营养丰富 清脆爽口 很适合夏天吃 但是我们直接用油炒的话会发黑 而且会出很多的水 看起来很油腻 那么今天我就来教你正确的做法 把丝瓜削皮 我们先给它切成段 像我们的丝瓜给它改刀 一开六 切成这样子的小段 现在我们把丝瓜放到水里面 我们丝瓜泡水呢 是因为防止它氧化发黑 我们拿一个盘子给它压住 尽量不要它飘起来 现在我们来调个汁 一勺生抽 少许盐 一点点生粉 加适量的水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我们打两个公鸡蛋 搅拌均匀 我们鸡蛋下一点点油 再搅拌均匀 因为等一下我们煎蛋饼的时候 它可能会粘锅 所以我们要加稍微一点点油进去 把它补一下 这样看起来煎出来蛋饼又薄 又亮 我们加点生粉 给它成型 这样我们煎出来鸡蛋不容易破碎 我们锅 可以用手感受一下 锅表面是有点烫的 我们下入一点点油 我们开中小火 下入我们的蛋液 我们稍微给它冻一下 让它均匀受热 然后这时候它表面已经成型 我们要把火关掉 这就是蛋皮 好 我们可以出锅了 我们再给它点一层 给它切成段 起锅烧水 把水烧开 我们下入我们的丝瓜 给它焯熟 下盐给它锁住它的叶绿素 让它不容易发黑 再下点油 非常亮一点 对 看起来更亮泽一点 可以 煮到这个墨汁稍微有点发白 我们的丝瓜翠绿 有点软 就可以捞出来了 稍微的冲凉 把它发黑 把我们的墨尔丢进去焯水 因为墨尔还有微微的毒素 它是一种菌类 必须一定要给它焯水 焯熟 才可以食用 也给它锅一下凉水 这样我们的墨尔会更脆一点 起锅烧油 下入我们的姜末和蒜末 把我们的姜末和蒜末炒香 下入我们刚刚切好的辣椒 给它炒至断生 下入我们的蒜末和蒜末 下入我们的丝瓜和木耳 哇 这个炒水的很亮很绿 是的 我们的丝瓜尽量翻炒的时间不要太长 这样会出很多的水 我们油也不要放得太多 以免等一下吃起来很腻 下入我们刚刚切好的蛋皮 再淋上我们刚刚调好的酱汁 翻炒30秒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炒青菜的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白糖 这样我们的青菜更鲜甜 好了 我们的菜可以出锅了 好吃的丝瓜炒蛋就做好了 大家学会了吗 这样炒出来的丝瓜不会发黑 也不会出很多水哦 好 你 руón一下对吗 switch 浆 狂 Tok 来 谢谢大家